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慕思雨的日常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Icon Pass 它是一款能让你畅游北美,主要是北美,欧洲还有日本的一些著名学长的Season Pass 首先我来讲一下,我为什么买这个Pass 首先说结论啊,我觉得这个Pass今年买得非常值得 主要原因呢,大概有三点 第一个是我们今年Christmas去了一趟Yuta 我们这次Yuta的这个Trip呢,是大概十多天 在学厂可能花了七八天吧 其实把这些学厂的学票加在一起 它的价值就已经远远超过了Icon Pass 第二点就是跟我居住的地方有关 我现在居住在美国的大东北,纽英格林 然后Icon Pass其实包括了英格林的很多学厂 所以从YutaTrip回来之后呢 我在local也可以去很多学厂花很多次 第三点呢就是因为Icon Pass本身不便宜 所以买了它之后也算是一个commitment 它促使我其实在冬天的时候更多的去花 然后是一个比较好的锻炼 而且相对于在冬天嘛,这是一个让你能够走出家门 然后呼吸新鲜空气的好方式 我买的Icon Pass是 就是Full Icon Pass 价格大概是一千零七十九 当然它还有便宜的像Base Icon Pass 然后Base Plus 这个主要的区别就是Full Icon Pass是没有Blackout Date 就是说它是你哪一天去这些学厂都是OK的 但是越便宜的Pas呢,它的限制就越多 就可能Base Icon Pass 它就是比如说节假日或者是比较popular的日子 你就不能去 因为我们出去花主要是在周末和节假日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买了Full Pass的原因 Full Pass它其实在时间上没有限制 但它每个学厂 它对大部分的学厂是有限制 是有七天的限制 你是一个season 你能够去某一个学厂最多七天 然后对于有一些学厂它是unlimited 你买了Icon Pass之外 它还会附带一些福利 就比如说在有一些学厂的Lodge 你的带领你Icon Pass的holder是有10%的优惠的 另一个就是你可以邀请10位Family和Friends 他们会享有25%off的雪票的优惠 最后我来讲一讲Icon Pass的和其他season Pass的区别 在美国这边除了Icon Pass 还有另一个非常popular Pass 叫Epic Pass 它们主要的区别首先在于价格 当然Epic Pass稍微便宜一点 我查了一下 然后Full Epic Pass大概是859块钱 另一个不同是他们包含的学厂的不同 你可以根据自己常住的地区 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season 你计划的trip来决定 Icon Pass和Epic Pass它是包含多个学厂的 但其实每个学厂都会有自己独立的season pass 所以这个中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就是如果你想在一个season里去多个学厂 住在某一个城市想玩多个学厂 其实非常适合Icon Pass和Epic Pass 但是呢你如果想住在某一个resort那边住很久 然后这个学籍主要换那个学厂 那么你就可以买那个学厂的season pass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无论是Icon Pass还是Epic Pass 在一些特别有名的学厂 它是有七天的限制的 这就是Icon Pass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这里是穆斯语的日常 谢谢大家观看